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Rex 今天给大家讲解Android Studio的布局编辑器 Android Studio的布局编辑器也是属于一个可见即所得的 它有两个视图,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 第一个视图是设计视图 你可以直接从上面拖一些空间 直接到这个视图里面 然后这边是它的一个属性,接下来进行调整 这边是布局的一个塑形结构 这边是一个可见即所得的一个方式 你可以一边写代码,然后一边看产生的一些效果 非常直观 比如说我这里,该小一点 好,它立马就能够反映出来 好,我们先看 Design这边的视图 Design视图呢 在屏幕的左边是一些空间 你可以直接拖拽一些空间到你的这个视图上去 这个和Eclipse这些是一样的 我自己不多说 我想介绍的是Android Studio这边比较独特的功能 好,我们先看第一个这个界面 第一个界面呢,是一个前几个部分 是一个横屏和竖屏的一个界面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竖屏的,对吧 我现在需要一个横屏,点它一下 于是乎就把这个变成一个横屏的界面 看那个适配有没有问题啊 同样的,除了竖屏和横屏之外呢 你还可以创建其他的界面啊 比如说这 然后你可以选择啊 根据屏幕大小 根据这个笔列 屏幕的笔列啊 根据这个Unmodel啊 这些密度等等 你都可以创建自己的一个版本啊 是非常方便的 好,这上面是自动生成布局 那这下面呢,是一些预览图 能够帮助你在这个视图中 查看更多的信息 能够更好的适配不同的手机屏幕 好,我们先看第一个 第一个呢,是有具有代表性的一些视图啊 比如说你看这个是手机 然后7寸的平板 然后10寸的平板 然后这不同国家的语言 这是一个横屏的一个视图 都可以在一目了然的看出来啊 第二个呢,是所有的屏幕的大小啊 从最小的3.7,4.0 一直到这个10寸 它都给你罗列出来 你可以看一下 它不同的屏幕上 你的界面的表现是什么样子 好,第二个 这个呢,是所有语言 如果是说你是面向全球的 你可能具有中文、英文、法文、阿拉伯文、德文等等 它就会把你这个所有语言有相关的 位置相关的信息给罗列出来啊 可以选中一下 看一下啊 这里就是有不同的语言 这么多语言的一些 渲染的一些图啊 然后这里要说一个重点的是 这个是从右到左的一个视图方式 在有些国家 它的阅读习惯是从右到左的 比如阿拉伯是最明显的 阿拉伯是它的阅读习惯从右到左 因此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从右到左的这种布局方式 是不是和之前是一样的 好,我们发现这里会有一些问题 对吧 有问题 那么我们一会儿来看看我们怎么去修改它 好,这是预览所有不同的版本 这个是Ice Cream 按照Air 这个选项是你可以预览不同的手机屏幕 DPI之间的一些表现 这都可以选择 它这个速度越慢 然后第三个选项呢 就是横竖屏之间的一个转换 这很明显的看得出 输屏之间的转换 然后这一个呢 也是它比较好的一点 就是说它这个是界面的一个主题 你可以选择这个界面 用什么样的主题来渲染 看比较好的 这界面的主题 然后这里呢 是一个联系 是你可以把这个 这个内奥和某一个activity联系起来 比如说我这里有个info 对吧 这么一个想起 然后呢 我可以把它与 我的activity联系起来 什么activity联系起来 是appinfo OK 好 它的效果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tools context 就告诉你这个渲染的时候 是来自于这个appinfo这个activity 是appinfo 这里呢 是一个语言的预览 我们回到之前的这个布局上去 这语言的预览呢 就是说你可以看 你的翻译在不同的语言下面 它是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比如说我们换到阿拉伯 阿拉伯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阿拉伯语言 从左到右 当然还可以有中文 好 在这里呢 你可以是 可以预览所有的国家 在同一屏幕上 你也可以选择预览从左 从右到左的这么一个layout 同时你还可以 如果你觉得它对它翻译不满 你可以修改它的一个翻译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表 这样可以看到 哪些 哪些字段是有 有翻译的 哪些字段是没有翻译的 都一目了然在这里 这个功能是 适配这个安卓的不同的版本 因为在不同的 不同的版本下 它可能有不同的表现 所以有可能你需要 用不同的API去渐转它 好 这个是四图的比例 一比一 缩小放大 这是直接跳代码 这是刷新界面 好 这里说一下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塑形结构 这个塑形结构呢 我们可以对它做一些操作 如果是说 比如说 我想把这个 linear layout 这个是可能好多 好多布局都会用到 我想把它 塑造成一个公用组件 这是我们可以 很方便的使用 右键 reflectory exact layout 就把它变成一个 可以include的一个layout 好 我这里比如可以写 item inside ok 好 它现在就把 这一块抽成了一个 item inside 这么一个layout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 它是include的 这么一个 这里 它变成了include 这就很方便的 可以把这个主件化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 任意的改变 这个layout的一个方式 比如说 我们这里可以有一个 morphin 就是说 它可以用 以下的这些layout 来替换掉它 比如说 我现在是linear layout 对吧 我觉得这个不合适 我想把它改成 relative layout 好 于是它变成relative layout 然后这个 直接变过来之后 你还需要重新设计值 把它不适用 我们还是把它改回来 改成relative layout 包园出来 那同样的 对于一个text view 你也可以直接给它替换 比如你觉得它应该是一个 imagine view 或者是说一个edit text的 都可以直接通过这上线文的方式 给它替换掉 同样的 如果是说 你这个relative layout 有一些共用的一些style 那你可以把它变成 exact style 比如说 我们进到这个app 这个text view 对吧 我们看这个 这个text view 它有很多这个属性 对吧 包括颜色 肢体大小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它 把它的样式给摘取出来 好 我们都会选择 layout wait margin 我们这里 这两个我们可以不选 其他的都是用 比如我们可以 看看 像 这样子 some style 点击 ok 好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 看到没有 它就可以把我之前的一些属性 全部放到这个style里面 这样就让我们减少很多代码的编写 那这下面呢 也很简单 这下面好多布局编辑器都是这样的 就是一些属性 你可以更改它的一个值 给它设计背景 或者颜色 所以它是个可视化的编辑器 好 这一边是 这是一个代码 之前都说了 这边是一样的 相对来说 这里就比较简单 那么关于这个布局编辑器 好 这边是代码 给大家介绍几个 秘密 toos下面的几个功能 什么功能呢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个text view 对吧 text view 大家看 我这里写的是toos text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代表着 它只是在这个编辑器的 界面编辑器里面是这个字符串 它对真正的程序运行不产生任何影响 最有用的是什么呢 是一个叫tools Visibility Visible 如果是说我同时设一个 Visibility 等于杠 如果是说我没有这句话 有可能 你是看不到这个文字的 对吧 因为你也这样子 你就不太好直观的看你的颜色和你的大小 那如果我需要把这个在编辑器里面看到它 而又对我们的程序逻辑造成影响 这个时候你可以用toos Visibility这样的方式来替换它 这样子的话就在编辑器里面它是可见的 但实际程序运行的时候是不可见的 这里有text Visibility 那还有一个属性呢 是修音属性 tools 修音 而我们可以看 我们这个layout iteminside还记不记得 我们是嵌入到我们这个 listitemappp里面的 那如果是说我单独查看这个item 你会发现之前它的负内奥车的一些元素也放在这里了 这是为通过什么起作用呢 就是通过这个修音这个属性 它能够帮助你更好的预览当前这个视图 能够让你更好的去做一些适配和调整 关于安卓布局编辑器的一些使用方法 我就讲到这里 下期课给大家讲一下在Android Studio中怎么进行调试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